中崎地区的产业与人文曾经兴盛一时 但随着时代变迁也逐渐萧条 而为了将地方历史人文及景观产业推广行销 让更多人认识中崎 也是中崎社区积极努力的方向 我们中崎社区已经沉寂了很多年了 像我们亚舌版的一个制作 也是50年前的一个工厂 因为现在时代的一个进步都用机械化 所以说一些在地的产业都慢慢的一个没落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社区能够透过一日体验 再把这些以前的这些产业把它推广出来 让我们的各地朋友了解我们以前的产业 是如何在一个兴盛的一个时期 到现在慢慢的没落 让他们了解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中崎 中崎社区发展协会 也配合大旗舰产业行销计划办理 三居无岁月 成潭幸福350活动 邀请民众到访社区感受地方风土人情 并拜访多位工艺家与地方特色景点 进行为期一日的深度之旅 认识地方350年来的演变 也借此行销中崎带动地方发展 我们今天中崎社区发展协会 办理我们全国一日体验活动 当中我们介绍像我们全国各地的一个来宾 介绍我们中崎社区的一个特色 不管是人文方面还是地理方面 还是我们的一些工艺家 我们都一个做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 在这边我们透过这个体验活动 把我们中崎推广出去 透过这个迎宾 感谢成国各地来的这些朋友 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体验的一个参访 观摩带他们到我们社区里面去走走 有关一些我们的50年以上的一些工厂 还有我们的工艺家的一些住家 还有跟访谈这些我们的这些工艺家 做一些交流 然后我们会到我们的向天宫 到我们的圣医庙 也把我们全台唯一压床的举枪的 这个拖枪声明 圣医庙把它推展出去 让知道说我们中崎 有全国唯一一个举枪的一个声明 让这些来宾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体验 把我们中崎推销出去 我们日后会慢慢再规划一些 一日体验活动 让借由一日体验的活动 让各地来的朋友 去了解我们中崎社区 这场活动办理当天 也吸引了近60人前来参与 在社区志工的带领下 除了对社区据点营运有进一步的了解 在走进社区拜访各景点 认识在地文化与特色 感受居民的纯朴热情后 也让参与游客印象深刻 留下美好的回忆 像我会参加这个信息 也是经由朋友他传给我的 所以我一看到的时候我就感觉很好 我就来报名这样子 结果我一介绍 介绍12个人来 今天他带我们的行程 然后他那个什么 做那个笋子 用在地下 然后这手工在那边搅 搅一支一支的 看起来就是很想跟他买 而且从来没有看过 现场在做的 很神奇喔 然后就去 又去那个买 看那个手工的 不是那不知道是手工的那什么筒子啦 这也可以存钱 也可以插花 很精致 结果我就买了三个 这样子 想要回家做纪念 就感觉很好 我是觉得真的很用心 可以值得来这里看一看 走走 就是早上那个 整个社区的环境都很好 人都很友善 那个婆婆啊 也都 我们都跟婆婆互相打招呼 觉得很高兴 印象深刻喔 就是那个 熔岩树啊 笋干啊 笋干都是天然的味道 就是 沿路都是香味 然后又有花香 我觉得社区可以做这样 大家各位可以来看看 而此次活动办理的用心 也让参与的游客深深感受 许多游客生活在大都市 难得走进农村 从此次活动也让他们能够体验农村生活 认识地方特色 所以他们也肯定活动为地方所带来的效益 让大家能够更加认识地方特色 帮助地方产业的行销与发展 我觉得整体效益是不错 让大家去认识不一样的地方 对对 而且发展在地不同的特色 我觉得一个像一个镇 每个当地不同的特色 可以营造出各个不同的面貌 这样让大家去更容易记住 当地的一些名产 然后是特产这样子 平常不会到这种比较偏向下的地方 然后因为有这种体验式的活动 所以我们来到当地 可以更深入了解说 当地的特产是什么 或是他们当地有名的东西是什么 不然平常听到竹山竹山 我们对于他想象可能就是只有竹子 可是来到这边深入体验 跟着一些在地农会 或是一些当地居民或是义工 带领我们去看一些各式各样的特产 像是笋干 其实有看到笋干 或是说一些笋子 来看到当地的一些特色这样子 大家都很热情 而且愿意就是分享很多事情 这样有问必答 而且我有听到一些 那个阿姨他们分享说 他们是也是北漂回来的返乡 在前来参与活动的游客中 许多都是在外生活的竹山子弟 虽然离乡多年 但对互相还是有浓浓的回忆 此次来参与活动 也让他们能够一解相愁 重温年少记忆 并也感受到社区发展的用心 依然充满了人情味 然后我是本地人 但是因为我到北部去 已经三四十年了 然后有想要回来 再跟地方做连结 那今天回来这边是 因为有一些熟悉的一些 在地的那种感情 然后因为我们都一直出外工作 求学 所以对我们本地也没有很清楚 所以想要说再回来重新认识 自己的故乡 这样子的环境啊 人时地物啊 整个做一个连结这样子 像那个陶艺啊 还有那些族艺啊书法啊 这个都是我很喜欢的东西 还有那个小黄山啊 还有那个庙啊 很特殊的庙 我是觉得整个这个环境 我们一直有一种感觉又熟悉 然后又有点陌生的那样子 很想啊 就是说再把它重新再重温一下这样子 我同学也是竹山人嘛 然后他现在也比较常回竹山 然后他觉得这个活动不错 所以就找我一起参加 感觉这里的那个 那个农田的风景还蛮不错的 很干净嘛 然后这里的 这里也有一些产业 看起来都有那个经营 还算蛮有历史的产业嘛 然后就是这里就是 知道这次活动就是知道说 那个社区的经营嘛 竹山镇有八个社区在做这种 经营啊 就是互相陪伴嘛 有志工啊 然后有老师这样带 然后可以陪伴老人 还有陪伴小孩 那 那这个就是说 对于这边的 这边的 这个社区我觉得帮助很大 许多游客都是西家带卷前来参与活动 当中一位曾先生就表示 竹山是他的故乡 虽然离乡在外多年 但对这边还是有深厚的回忆 这次带领孩子来参与活动 他们都感到相当有趣 他也希望透过活动 让孩子认识地方历史变迁 与日后的规划发展 就是希望可以了解竹山 或是中期中和这边的在地文化 那因为现在我们都是 在外面工作的外地人 那我们希望小孩 未来可以了解 我们中期或是竹山这边的文化 所以透过这个机会 我们带他们回来了解 自己根本的在地文化是怎么样 那也了解到整个 中期或是竹山这边的一个 发展的方向跟整个前景 那未来来讲的话 他们会对于在地文化更具有认同感 有看到那个 有竹筒做成的纯钳筒 或者是花瓶 我觉得很酷 看到有 好像是全台湾只有一个拿枪的神明 我觉得他很帅 他们觉得这里非常的新奇 乡下非常有人情味 那整个的环境空气或是 非常的安静舒适 那这个对他们在都市长大的小孩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在此次活动中 除了带领游客走进社区认识地方外 并也邀请到社区大旗舰计划中的八个社区 一同到场摆设摊位 贩售各社区的特色产品 希望将各社区的特色透过活动 一同展现 让竹筒的知名度日益提升 连带促进各社区的发展与进步 结合这次的社区产业 我们也特地邀请我们旗舰八个社区 来一起来结合这次的活动 让我们这次的活动能够透过一个推广 让各地的民众知道 我们竹筒的一个产业特色 每个社区每个社区的一个特色在哪边 顺便来推广社区产业 所以说希望说 透过我们的一日体验活动 能够让我们的知名度慢慢把它打开 由我们八个社区在这个场地里面 做一个一日行销的活动 让各个社区都准备他们 是自己的在地的产业的产品 农产品这个社区在促销他们自己在地的产品之余 我们希望也能带动我们的社区一点裁员的收入 那包括我们的志工训练在行销以及服务客人的这个礼仪上 也是给他们演习的功课 为了这场三居无岁月 承谈幸福350一日体验活动 中期社区动员了许多人力 忙碌了近半年的时间 可以说是聚集众人之力来规划 在活动办理当天看到人潮盛况 也让他们的辛苦能有回报 志工们也肯定社区规划活动的用心 相信活动能为地方带来的效益 我们需要把我们社区这个文化推广出去 然后让我们竹山让我们中期社区 让全国的人民都知道 那今天我们办理活动呢 我们已经在筹划当中已经有半年的时间 就是会就是默默的在做一些课程 然后活动的预备 今天我们社区办这个活动是第一遍 但是感觉说大家来也很踊跃 很趣 来这里可以让大家都认识 我们社区 多认识一些 我们社区有一些什么才艺 感觉比较热 也让大家提供 我们中期里有什么 跟人不同的故事 先一元友好肯定活动办理的用心 让中期社区的地方特色能够推广而出 使更多人能够认识中期 因此为地方发展带来帮助 也希望镇内各社区都能够效法 办理类似的活动 让竹山镇的特色能够广为推广 使地方发展能够更加增进 今天借由中期社区 那么用心举办这样子的一个巡礼活动 那也希望能够让许多民众 看到竹山看到中期 但也希望借此能够让大家看到 许多我们竹山 以及包括我们在中期这个里的 许多一些厉害的能人 展现我们竹山在地特色 竹山的社区 它其实有非常多指标性的领头羊 那也希望借此的一个活动 它我们竹山的社区 它也能够持续的一个深化 它也让很多地方很多里 它都能够举办类似的巡礼活动 那能够让更多的民众 不仅感受竹山 也能够更深入感受到每一个里 每一个社区 它的不同的美的地方 一有意义的地方 有特色的地方 那所以说也希望说未来 还借有很多的一个这样子活动的推广 让我们竹山各社区 都能够一起来举办 让大家能够更深入的了解竹山 了解竹山每一个里与社区 议长和胜丰感受到活动规划的用心 并表示透过活动 使地方特色更为推广 促进了地方发展 造福乡里 肯定中期社区发展协会的努力 也希望地方发展在各社区认真经营下 能够有显著的成长与进步 明日新闻卢宇凯专题采访报道